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小二代就不能忍了 都是叫爸爸的 凭他就我分财产的时候委屈得像个孙子呢 越想越气的小二代宰着他妹 把车是越开越野 就差横着走了 那果然这么一乱来 人没事 车坏了 很快后面就堵车了 堵在小二代后面的呢 是一对聋哑夫妻开的小货车 他们见堵车了 就按喇叭催一下 这一哈就把小二代引爆了 他拿着棍子就来找事 把货车是一顿砸 小夫妻都吓傻了 等小二代砸累了 小夫妻就想得赶紧溜了 结果因为和小二代对视了一眼 他怒气直瞬间就满了 开车追着小货车硬是撞了两里地 这事让他哥听说了 那他哥别提多开心了 你想想 外面下着雨 你又在这瞎踩 那出点意外不是很正常 他哥为了不让他递回来争财产 就想着找人趁机把小二代撞死算了 结果小二代不大命大 关键时刻一脚右门躲过去了 反倒是小货车司机遭了痒 丈夫送到医院的时候当场就没气了 妻子还怀着孕 看到自己老公没了 一激动也晕了 情况是危在旦夕 需要立刻手术 而当时作为音乐领水平最高的罗哥自然是当了主刀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小二代闯进了手术室 让罗哥赶紧去给他妹做手术 罗哥瞅了他妹一眼 除了头上有个桥口子 啥事也没有啊 就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 但是因为这个医院呢 就是小二代他们家开的 所以院长就亲自给罗哥施压 让罗哥先去帮小二代的妹妹处理伤口 罗哥没办法 只能去了 但是等他处理完回来 或者司机妻子的命也保不住了 这事给罗哥留下了心理阴影 但事还没完 小二代找到了罗哥之前为了给母亲做手术不合流程的证据 就以此为理由把罗哥给检举了 罗哥也因此被吊销了医生执照 从此再也没有办法在他医院工作了 但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找过谁 几年之后小二代因为吸毒被抓了 而罗哥现在想做的就让五姐帮他写一份推荐信 他要去小二代关押的那个医院当医生 这罗哥要是真当了他的医生 你看罗哥能不能弄死他就完事了 果然小二代不是没有逃出去的想法 这还没进监狱呢就安排了一场车祸 本来想的是出了事找自己家医生一检查 那不是说有撒病就有撒病 宝外就一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车祸发生以后 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居然是罗哥 罗哥根本不给他实现梦想的机会 直接把小二代拉去了另一家医院 你不是想抓密吗 那我就给你治的服服帖帖的 一波手术操作 一个健康的小二代就活蹲乱跳的送进了监狱 按道理来讲 接下来的剧情应该就是罗哥在监狱里面疯狂折磨小二代 但其实这根本就不是罗哥来监狱里面当医生科长的目的 他的真实想法是要搞要那个在监狱称王的男人 我就看你这不是调霸吗 怪不得天天教育自己儿子要当人上人 原来自己躲着捞黑钱来了 要说这个调霸的监狱里面真的是呼奔唤语 凭借着监狱医院科室科长的地位 不断的把监狱的VIP送出去保外就一 而他在从接收的医院那里拿回扣 这已经成了一条不可明说的产业链了 本来这回他准备退位 然后安排一个小弟接班 自己呢就去外面长期合作的那家医院当VIP科室的主任 还能再捞上几年 但是罗哥的到来打破了调霸原本的计划 小二代他哥因为是部长的关系 权力很大 就问罗哥如果当了科长会做什么 罗哥就说如果我当了科长 那你弟弟三年肯定是出去了 一听这话 部长哥当时就决定下一任科长就是罗哥了 还表示我弟这个人吧 就是欠管教 我是他亲哥 我说了算 必要的时候多关几年也没事 调霸其实是很想让自己的小弟争一争的 但是自己的小弟没来你说气不气 本来想着呢就忍气吞声当VIP主任算了 结果人家部长也不让他当 毕竟部长有了罗哥就抛弃了当初和调霸的约定 这把调霸气了 而更可惜的是啊 自己的小弟之所以没来面试啊 居然是因为被罗哥叫人给绑架了 这排面调霸当时就不能忍了 立刻决定要和罗哥干到地 于是开始疯狂收集罗哥黑料 但是没想到的是 罗哥手里收集的他的黑料比他还多 所以可怜的调霸就不停的被打脸 而罗哥也在斗争中 一步步朝着支霸监狱的顶点走去 这个剧我看了时节 最大的感觉就是爽 主角不是那种前半生忍气吞声 之后逆袭的路子 而是一上来就开始奔着复仇去 而且就像开了挂一样的 剑一个弄一个 别人还搞不过他 如果你最近受了委屈 十分建议你去看一看 毕竟这种把坏人关在监狱里面自己整 把坏人黑料握在手里自己玩的剧 特别能出气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套上你身边那些坏人的脸 那真的是抬刺激来